皇上如此大行封赏 他知道皇后被建为照品之后 让严子爷日夜守着祈福祭台 他自己呢 则就皇帝面前各种枯萎 去喊冤枉 说他坏话 试图凭着三寸不烂之舌 将他说成是觊觎皇帝位 对皇帝有着莫大威胁的逆贼 他的四哥 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 也开始要仗着君王谋私了 十九弟啊 朕知道你一心为了大兴的江山 但朕做了十几年的皇帝 文武百官也陪着朕 兢兢业业处理了十几年的政事 朕感激大家呀 朕昨晚做梦 梦见菩萨跟朕说 朕的寿命不长了 朕就想着趁着还能开口 将该风的风该赏的赏 如此一来 朕哪一日忽然闭了眼 也就算没有遗憾了 十九弟不知风赏 今日 朕想把太子的人选也一起选定下来 朕想着 菩萨面前定下来的太子 定会得菩萨护友 成为我大兴的新任明君 还得请十九弟帮朕把把关 你看朕的几个儿子中 谁能担此大任呢 这话听着 这话听着 仍像是在捧着燕北征 却带着另一番身影 朕活着 你燕北征再厉害 那也是朕的臣子 朕死了 这大兴江山也是朕的亲儿子 其人 你最好别打什么坏主意 文武百官 并无疑人支持皇帝当场立下太子 众爱卿多虑了 储君关乎国事民生 朕自然是不可能草率的 所以才在今日 当着摄政王和众爱卿的面 要将这件事落实 朕相信 有摄政王和众爱卿的支持 再有菩萨的加持 朕的太子 一定能顺利地选出来的 这就是打定了主意 也要选个太子出来 这时 天空突然传来一声鸟鸣 声音说不上好听 但却很是尖锐 就见 一只拖着五彩斑斓尾巴的鸟 越过国安寺的屋顶 朝着祈福大会飞来 却是静止越过大家 稳稳地停在了 二皇子严子叶的尖头 是凤凰 师父 这一定就是您跟我说过的凤凰 凤凰则明主而期 这是上天有选二皇子 做储君的意思 这官员是青天剑的高徒 这话也是他对青天剑说的 青天剑吓得赶紧瞪他一眼 别胡说啊 我大兴天下 当在安稳强生一百年 写长坤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师父 徒儿受了您七年的指教与鞭策 徒儿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的人 是您 大兴的江山姓炎 但不是炎北征的炎 而是皇上的炎 以后也将是二皇子的炎 吓得赶紧瞎 这儿是皇上的炎 你得太好了吗 你得太好吗 我得太好是皇上的炎